大風穿 穿大風穿 有穿褲子的啦 藍天綠地歡樂大風圈 這是台灣風行好一陣子的親子露營 顛覆過去客難野營的刻板意象 午餐百拍戲至陽派 氣氛營造幾乎跟上館子沒兩樣 新館只是兩天一夜 但吃住都不委屈 樣樣氣派好素習 一 二 三 親子間的豪華露營 是這兩年的新趨勢 帳篷不向過去矮小壓迫只求容身 現在每一頂都比高比大比寬敞 這一頂就堪稱是帳篷界的豪華別墅 這個是正門嘛 這裡是玄關 那再來進來這裡 這邊是客廳 這一帶是客廳 再來是睡覺的地方 睡帳還可以搭在這裡 蠻寬大的 獨立院子一房一廳全面調高設計 在帳篷裡隨時都能夠腰桿打直 隔間時也完全不需要挽腰低頭 整體格局只比豪宅 佈置裝潢也全面比招 我每次出來都是一定要佈置 就是要有那種家的那種感覺 溫馨啊舒適啊 吳俊賢是資深陸友 大學時期就開始玩野營 隨著年紀增長一路進化升級 配備也越來越高級 滿滿一車的機器擺設進駐 絕不讓玄關客廳空蕩蕩冷清清 剛開始的話我也覺得有一點不可思議 住一個晚上而已 搞了很多東西 搞很久啊 還有從家裡面搬很多東西過來這邊 一開始蜂玉梅的露營真的很排序 印象停留在汶川地震時應急避難的情境 但跟著先生在台灣錄了集市場之後 開始領略露營可以是一種休閒 而不只是求生而已 真的是有家的感覺 對 不像是在外面露營那種 其實我如果在外面就是在錄影的話 我睡覺都睡得比較好 怎麼會 我怎麼搞的 就是很放 就是心裡面沒有其他事情 就是每一次錄影來我都會負大 像馮玉梅這樣的夫妻在台灣還不少 但是2017年就有200萬人次出門錄影 台灣的帳篷產業跟著趨勢潮流 一路積極開發 要在全球最有潛力的市場發揮所長 在兩岸都散發萬丈光芒 第四位 第四位 既然是 também沒有其他人 其實滿足的音樂 最強的感覺 在贏皮膚子中間 像純心一樣 還有一位